好 大家好 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0 5月21號晚上9點半 那這個先鋒服1.39版已經更新好了 稍微晚了大概快一個小時 所以說原本是補償1200鑽 變成多補償600鑽 那我想大家應該希望說 停服停越久那個送越多 那我本來想說今天就是 一更新完就趕快錄 但是因為他正好 晚了這個半個小時 然後要去接小朋友 然後再來是去我那個朋友 有一個叫做貓腳印的那個桌遊的那個 的那個場地去玩一下 所以剛剛才回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1.39版更新完之後 我們先來簡單看一下我們可以看哪些東西 第一個當然是這個新英雄 王林軍團的這個英雄 尖孝之海 霍里奇托爾 波特 所以這是三位一體的 那等一下我們就可以看到 然後再來是團隊遠征 那團隊遠征的話是5月22號8點 也就是明天早上8點就可以知道說到底是什麼東西 那情境太險的話是要到5月26號 成長基金2的話 通關19至40 那我的小號已經進度在23張 所以也看得到 那新增部分成就及對應的貼紙及信物 好等一下也可以看到 然後牛曲夢境這個就比較不好測 然後再來就是一些平衡性的調整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是我剛剛結的圖 因為那個官方他 他有貼東西 就這個東西 這個是好像那個團隊遠征啊 到時候會有的那個獎勵 然後他有分這什麼爵位 騎士 然後勳爵 紫爵 伯爵 侯爵 公爵 親王 那目前怎麼樣獲得這個爵位也不是很清楚 那總之 就是等級越高角色越強 應該就越容易 這個這個就就越容易爬的越高吧 應該是這個樣子吧 可能是你要花些時間啊 然後不斷去搶資源啊 然後 然後可以提升你的那個什麼 某一個參數值吧然後累積到一定的程度就慢慢拍 有點像是全球錦標賽那個樣子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只要有玩人人都有機會喔 那我們看喔 這個騎士後360個藍肥料就是6張藍卡 其實這個算是新手蠻需要的喔 那勳爵後一張紫卡 然後再來是20抽然後再來是50個金裝武材料永遠欠 那侯爵的話是30個種族抽 也很不錯 那公爵的話是50個紅磚五箱 那10個紅磚五箱的話在商店如果沒有打折的話是賣1980 所以50個紅磚五箱大概是值價值1萬 1萬鑽石 那親王的話 那個粉塵多了1000號1000其實沒有差很多 那20個占星抽其實也就是 1萬鑽 對啊因為那個鑽石石抽 占星抽是5000鑽嘛所以20抽就是1萬鑽 所以公爵跟親王嚴格說起來其實只有差只有差粉塵而已 但是你要你要在嚴格細算的話 其實這個意見迷宮可以買到 打折的這個這個10個紅磚五箱但是其實差不多啦 好那我們再看第二張圖 第二張圖是什麼東西 這是我推32-28 因為正好那個埃隆有修正一個bug 就是說當埃隆一開始吸的時候有沒有這個 這一坨就是那個那個埃隆的開場把人家吸過來 在吸的時候會把伊莎貝拉 吸到後面去 那正好32-28有一關我就是用埃隆吸然後就就正好發現這個東西 其實這個東西 怎麼講 官方沒有講我也沒有特別去注意 但是確實這樣子吸過來 伊莎貝拉跑到後面去是比較麻煩因為 大家用埃隆可以知道埃隆就是前面吸一坨然後再放出大招之後 一口氣把大家都冰起來嗎 那如果說伊莎貝拉吸到後面去的時候埃隆有時候會轉向後轉到後面去那這樣就就會比較麻煩一點 好那看完剛剛那兩個東西我們就直接來看遊戲吧 那最重要的話應該就是我們先看野外 好這邊左下角 左下角這邊跑出一個這個團隊遠征beta 但是點了之後目前沒有東西所以說今天是5月21號我現在錄影的時間是5月21號 要到明天早上8點這個東西才開啟 所以明天早上就是我起來之後再再來錄一個這個團隊遠征的東西吧 所以現在也沒什麼好看的 好那我們現在就是最重要的話 在看新英雄之前我們先看一下這個新的成就多了什麼東西 那這是我先豐富的小號 好來看一下冒險成就多了一個成為英雄 攻打公會狩獵首領100次 那基本上玩家玩一陣子的話這個應該是打了上千次了吧 因為每天都至少會打 不知道是不是一次就算 打一次就算一次 因為那個VIP6的話你可以打三次 好 我們來領一下 有一個這個貼紙 成為英雄 攻打公會首領100次 200次 然後再次500次 正好這個小號又 又這個成就點數 達到了又可以獲得1000鑽 那這次更新有4640鑽 先簡單抽一下小號目前還是處於需要 用鑽石石抽的階段 好 應該沒有了 因為上次 昨天錄影有錄一個那個小號 一次出現四值 所以說 這個這個應該這個好運可能會休息一下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來看這個 還有東西看 新英雄總是要留到最後面 好我們在限時商傳 限時商傳這邊有一個成章禮包 那成章禮包是花600台幣 也就是20美金 通關21張 22張 23張 24張 25張 都可以領到9000鑽 所以非常非常之划算 非常非常之划算 因為我們要用什麼來比呢 等於說你花600塊你可以獲得45000鑽 我們就用最划算的月卡來看好了 月卡的話是450塊 450塊 你可以拿到總計可以拿到13000鑽 所以說 450塊拿到13000塊 13000鑽 剛剛那個是600塊 600塊台幣 你可以拿到45000鑽 所以說 比起這個來來講 根本就是那個鑽石量已經是三倍之多了 可是價格 價格卻只有600塊而已 所以 沒有意外的話 中小課的玩家都非常非常推薦 去課這個 那45000鑽的話 等於幾抽啊 2700鑽的話 至少是 100 100多抽 那如果說是買那個紅磚5的話 也至少可以買到兩三百個 如果說你很 益界迷宮去買那個打折的話 可以買到可能兩三百個左右的這個紅磚5箱子 所以45000鑽非常非常補 那你如果說你用600塊錢 45000鑽全部拿去沾新的話 每5000鑽就可以10 也可以沾個 45000除以5000 你也可以沾個90抽吧 我有沒有說錯 看一下喔 10抽是5000嘛 45000的話就是90抽嘛 那90沾新抽就是保證 你課了600塊全部拿去沾新抽的話 你一定可以抽到一隻角色 不過90抽中一隻角色算是運氣不是很好 但基本上 我們換個方式講 600塊錢買一隻鳳凰 便不便宜 超級便宜喔 所以說這個 這個不用考慮 主號一定買 但是小號因為是無課所以就不買了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最後最後來看一下這一次改版新增的這個英雄 霍里奇托爾波特 兼孝之海然後我猜錯了 因為我以為說他是輔助的角色 然後我猜他是自立的角色 結果完全都猜錯了 他是力量型的角色 而且他是坦克喔 坦克喔 所以說亡靈現在有三個坦克了 三個還是四個 一個是古王 然後一個是末日 伊索爾德是戰士 所以他是第三個坦克 其實伊索爾德我覺得 他非常非常坦 所以 他又是戰士又能增傷 然後再加上他的那個大招 我覺得值得開發 但是因為有太多更強勢的角色值得練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是屬於坦克喔 坦克的話我們先從必殺技開始看吧 對所有敵人造成300%攻擊的傷害 然後病死戰場上在後續8秒內 鋪滿骨刺 骨刺看了就 看了就你腰身背痛 這個年紀大會長骨刺 然後骨刺存在期間每0.25秒 0.25秒一次喔 在這0.25秒位置發生變化 將失去3%最大生命值的生命 然後他會重新長出骨鞭 骨鞭喔 好骨刺存在的時間會長達10秒 所以說這10秒敵人都會腰酸被動 OK好 然後死靈衝擊 使面前的敵人短暫進骨 這速度調慢一點 使面前的敵人短暫進骨 然後隨後衝撞該敵人造成260%攻擊力的傷害 敵人會受到100點減速的影響 雙子也才加速75點而已 他整個減速100點 所以他可以讓第一隻角色 等於說變得超級慢喔 像我最近在推 32張 像那個 安丹德拉就蠻麻煩的 他會穿到後面去 如果說他這張應該可以有效把 前排的敵人算是做一個 短暫的這個擊退跟打斷動作吧 然後後續的人就是跟上這樣子 然後致命切割 致命切割好像是 範圍傷害然後最後一集可以偷取 被命中敵人25%最大生命值 25%這麼多 可是不知道說他偷取之後 他偷取了人家最大生命值 敵人會不會減少25%最大生命值 如果是敵人只是被偷 可是生命值不會減少的話那還好 可是如果說敵人會直接被這一招 如果要減少25%生命值的話 那這個傷害量就非常非常可觀 因為我們可以知道就是說 後期啊是看一個角色他的傷害夠不夠強 都會看說譬如說埃隆的無視防禦 譬如說女僕的這一個 丟茶杯會有20%的那個什麼 好像是當前生命值的20%吧 然後以及最新的這個索羅斯的好像是6%吧 有這種打百分比生命值的話 傷害力在後期 就算是你就是月等打怪啊 敵人防禦力變強啊 還是可以打出很不錯的傷害值 使用這招之後他的古編會碎裂 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古編碎裂之後他就沒有辦法再使用這招 你必須要再放出大招之後這個古編才會出現 然後再來是海谷回收 吸收場上死亡角色的屍骸之後 這個有點像是那個那個一般 我們在玩那個遊戲啊死靈法師那種概念 什麼屍爆啊之類的 他就是純粹就是吸收角色的這個 屍體 然後又是長出古編 然後自己會回復30%最大生命值 這個應該是不包含召喚物才對吧 所以這個你把那個死掉的那個角色吸過來之後 他自己會補血 補完血之後還會 提升等量的最大生命值 所以他的生命值上限會 會提升喔 然後第一次吸收之後 然後他的那個攻擊和技能的這個範圍會提升 LV3 LV4都是提升這個這個百分比 所以他的這個LV級他其實影響不到都是增加 都是純粹增加傷害力跟這個這個這個生命值 所以說 代表說他如果說是低 等級較低的話這些技能也都可以發揮到一定的作用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專武 看看專武是不是非常非常重要 他是坦克 可是他有加閃避 我記得坦克力量型的這個閃避 都不是很能閃 你有印象這個光盾有在閃嗎 其實 其實很少除非是你上那個大老鷹 蠻血的大老鷹 他放那個天氣的時候那個閃避才會變得比較明顯 不然其實力量型的角色 有閃避我都覺得 你不大會期望說力量型的角色有多能閃 然後他一開啟專武還會獲得專屬技能過度生長 每次長出只骨鞭 這個技能有點像是那個鳳凰 鳳凰是只要死一次之後那個攻擊力就會提升 那他這個是就是骨鞭長出來 不論是吸收場上的屍體或者是放大招長出骨鞭 他的攻擊力跟防禦力都會提升 而且可以疊加 哇所以這個應該是很不錯 然後加10的話原本是10攻擊力10%攻擊力20%防禦力 加10 多了1.5倍就是15跟30 加20的話就只能多兩倍喔 所以說至少你要用 霍里奇托爾波特 至少你要加20吧 好那我們看加30值不值得 累積展滿三次古鞭之後 提升35點吸血等級還有免疫控制 所以這支加30的話我覺得非常非常期待 你只要放個三次大招然後 場上敵人死掉之後他吸收個三次之後 他就免控了耶 所以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值得上30 只能這麼說啦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故事喔 因為這個長這個樣子非常期待他的故事是如何 霍里奇托爾和老波特是三個欠了一屁股在的爛毒鬼 好然後什麼他在海盜啊然後玩啊怎樣的 偶然的機會 發現一個這個藏寶地點有點像是神鬼奇行的故事 然後他們去偷 偷金幣啊然後怎樣的應該是被詛咒吧 好勇敢的冒險者 不拉不拉的 皇冠 然後貪婪的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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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所以說有一點有一點這故事就是跟神鬼奇行那個樣子 有點像但是好像跟目前的亡靈的一些 主線的故事好像沒有什麼關係吧 這個航海的故事看看 地點是在哪邊呢 好像沒有 有啦 繡毛港 繡毛港可能是某一個地圖吧 但是跟亡靈帝國的故事似乎是沒有什麼關係喔 OK 那我們就直接試玩看看吧 速度條件慢一點 這是古編喔 太快太快了 等一下 好開始玩 哇這一招 連續打三下 然後 然後 他把敵人打死 是他在場上之後這個這個這個場上的敵人就會有那個那個屍體殘留嗎 哇這有點像是那個什麼 這個大招好帥喔 地上都是古刺 所以有古刺可以做什麼啊 哇打這三下然後古編就斷掉了 可是一開大招之後那個古編又長出來了 這三下感覺上是那個 他的看家本領喔 哇這三下感覺很痛耶 我們再看一下 如果說地上有古刺的話只要敵人有移動的話他就會 失去3%最大值的生命值 可是一般來說這個角色會動來動去除非是站在後排不動的敵人 那不知道說是不是每0.25秒之後他就會失去一次3%的這個最大生命值的生命喔 我們再仔細看一下他放大招的這個這個過程好了 連續打三下 然後地上就會掉這個屍骸 然後他就把他吸收掉 吸收了之後古兵就長出來了 好連續打三下 那我想到那個真人快打 真人快打也是死掉之後就會有那種finish的樣子 所以你如果說你看到像是比較 比較大家大家喜歡的角色啊然後被打死之後地上跑出那個屍骸 感覺也是怪怪的 哇 正好這些敵人 在放大招之後都沒有什麼動喔 所以看不到出來說這一個 大招之後然後敵人在動的那個那個損血的影響到底是如何 他在開大的瞬間敵人也會損血 但是似乎沒有讓敵人造成暈眩這樣子 好OK 所以是蠻值得讓人家測試的 另外有一個東西有一個東西忘了講 致命切割啊他會讓這個敵人就是上面頭上有一個那個那個加的圖示 後續9秒內無法恢復 生命值 所以呢我又忍不住又講一下 後續9秒內無法恢復生命值 我們來看一下 在哪邊呢 好這個東西 火焰之種那個薩特納 那個敵人被附著期間無法恢復生命 原本我想說這個恢復生命可能是薩特納的這個特色 那現在這一個 王妮的新角色 他的這個古編啊 也不是古編啊他的三連擊之後 可以讓敵人9秒 9秒內無法恢復生命喔 所以薩特納的特色又讓人家 又讓人家搶了一點點 雖然說目前還不知道說這個恢復生命的這個下降 實用性到底是如何 但是薩特納那個必須要放大招才能使用 薩特納好像還有另外一招也是讓人家恢復生命下降 這個是要薩特納死掉才 才會觸發這個效果 好反正那個期待就是 蠻血有一天改強喔 那這一個尖孝之骸 霍里奇 托爾跟波特 大概簡單看就是這個樣子喔 那覺得控場的話 可能是開場的這個動作吧 有讓人家進步嗎 感覺上是打斷動作 可是他好像沒有把他剛剛那個推一下是不是把 把敵人往後推啊 怎麼都是看到這個三連擊啊 有推敵人吧 好像沒有看到他推敵人呢都是看到他在 他在使用大招然後都是用那個骨邊上打三下 我先不要開大招好了 可是我不開大招因為那個地上有那個絲骸所以說 就算不開大招他還是可以把那個骨邊叫回來喔 所以他他又會在 再繼續施放那個三連擊的那個循環 OK好 所以這樣子看可能看不出來 因為這招死靈衝擊好像 好像沒有看到他在有那個剛剛那個試玩的畫面用 所以可能要等到那個異界迷宮才用了 好 所以這次1.39版啊簡單的測試 簡單的觀看大概就是這樣子喔 那我們要等到明天早上8點鐘 8點鐘才可以知道說這個團隊遠征是什麼 那角色的部分的話 昨天我們有看一下這個 艾斯特瑞達就是女騎士的這個嘲弄的距離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現在可以看出這個嘲弄的距離大概差了多少 昨天是用這一個角色去測嘛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 原本這個大樹大概是打到 大概會遮住半個骨弓 那如果是末日的話大概是到 他大概是會被擊退到這個骨弓的這個弓箭的前面 那我們現在我們來試試看這個改版之後的這個女騎士 他的推人的這個距離變得有多長喔 好 開始 這邊還可以變成條條慢一點 推的真的蠻遠的 好再試一次喔 推到跟那個 骨弓一樣的距離耶 那這樣子光弓這樣射的話應該是可以這樣子 這樣子直接把後面那一排都直接射起來喔 好那我們再看末日喔 真的比較後退很明顯比較後退那這樣子的話 我原本都是習慣用目盾推人 那這樣是不是之後都要改成光弓那個女騎士推人 所以推的距離其實影響蠻多的喔 原先這個這個大樹是推到大概是遮住半個骨弓 那現在是幾乎推到跟骨弓一樣的距離了 那如果說是末日的話 末日的話我記得他是退到這個骨弓的弓箭的前面 那現在又更後面的一點 所以說光弓再這樣射過去之後 後面那一排應該是全部都可以暈倒 好 所以代表說這次改版應該 女騎士配 配那個光弓應該 也是算是一個利多啦 好 那簡單的這個測試就到這邊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影片喔 我是阿天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